最近,网络上流传着一条有关日本前首相安倍的有趣消息,有个普通网民发了一条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推文,说岸田的行动力之差,跟公泽洗衣,灵目善性这两个元首相是一路货色。 12月21日晚间,日本元首相安倍晋三的推特账号竟然给这条骂岸田的推文点了赞,并被网民们给发现了。 大家开始各种猜测,安倍一定是很讨厌岸田,看上去挺阴险的,估计只是手滑吧。 记者对安倍事务所进行了采访,至今没有明确的答复。 去年8月,安倍突然辞职,说是他的老毛病溃疡性结肠炎突然恶化,不得不在壮志未愁的情况下,做出这个艰难决定。 想到此,他自己也肝肠寸断。 当然了,很多人认为在中美关系里走钢丝的日本,赶上了最难选择的局面,安倍借病撩条子。 等避开这关,日后再上台。 之后,菅义伟接任,这个永远都跟没睡醒寺的大爷,处理疫情也好,奥运也罢,永远没个痛快话,永远都在耍太极。 一个当官大总管的人,不习惯拿主意。 今年9月,大爷辞职,股市都振奋了。 然后,岸田文雄意外登顶。 看他以前在安倍手底下干活的姿态,相信大多数人以为他和菅义伟差不多,瞅准时候就下来,把首相位子留给那个摩拳擦掌准备重返的男人。 安倍以溃疡性结肠炎这个病为理由,两次辞任首相,两次都是在政治环境对他最不利,难题最大最多的时刻。 避开风头,又以恢复健康了为由,重新回来。 想跑的时候,这就是国家级疑难病症。 想留下的时候,这病就是有神药可防可控,本人元气满满。 他要回来,可首相座位上坐着岸田文雄呢? 要命的是,这个岸田不按牌理出牌,上台后就换了一副面孔,撸起袖子大干特干。 因为新型变异病毒,日本当即决定全面禁止外国人入境,果断迅速的都不像素来优柔寡断暧昧不明的日本了。 岸田文雄则公开表示,他已做好全都背负责任后果的觉悟。 不推诿,敢担当,一系列举措下来,岸田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上升。 愣把前任留下的,老百姓不信任政府烂摊子给支冷起来,民间声望高涨。 安倍看着,心里能舒服吗? 岸田这架势是打算长期干下去,没有一丁点让位的意思。 安倍就台湾问题发表极端言论,从保守派那里争取支持。 至于外交后果,那是岸田的事儿,岸田呢,就对去年的安倍小口罩下手。 安倍小口罩,已经找不到心策去挤兑他了。 从开始到结束都像个愚蠢的笑话,到现在还有8200万个积压在仓库里,光仓管费用就高达6亿日元。 明摆着拿老百姓的税金不当钱,净费了某些人的口袋。 8200万个口罩继续积压在仓库,继续产生仓管费。 可要报费处理的话,也得耗费6000万日元。 12月21日,传出岸田文雄决定将这些口罩都报费的消息。 这可是直接打安倍晋三的脸呀。 推特上有人骂岸田,安倍手滑点赞,却在情理之中。 尽管第二天,安倍的点赞就被匆匆取消,带人走过壁留下痕迹,截图就是铁证。